震撼动人的古业 充满西藏风情的港观盛宴 这里是国父纪念馆西藏文化艺术节 将在4号5号与国立国父纪念馆大会党盛大登场 透过演出唤起人们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力量与精神 在这个当下的疫情若缓未缓的时候 那希望透过季天这样的作品上达电厅 那么也让这个全球的疫情能够早日的稳定 希望这样的一个盟障文化能够带给全人类 或者我们台湾的这块土地带来了安详跟祝福 跟我们表达我们艺术创作自由的那样的一个精神 因疫情关系无法邀请国外的艺术团 文化夫今年特别邀请到国内两大经典艺术团体 泰普泰舞团及幽人神户 集聚舞台共同演出 以音乐集舞到全市藏族乐情自由的灵魂 以充满哲力与现代创新风格的表演艺术 深度探索西藏民族身后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个演出在疫情我们即将解封之时 就是说其实可以给我们整个社会 有更大的一个鼓舞的力量 看表演 看演出 然后给大家一点心灵上平静的力量 因为西藏文化不只是宗教 它是一个哲学 不只是一个信仰 它是一个信仰 西藏文化艺术节放音国度 今年迈入第八届 藉由两场演出 呈现西藏文化与台湾多元文化的相互辉映 不仅为西藏文化艺术节注入新火水 也透展台湾剧场表演艺术的深度及广度 原是西藏文化台北市采访报导